OK 接下来 我们要对这些SM比 我们把在这之前所计算出来的这些SM比 我们把它Summary在这个地方 我们有18次的实验 然后我们有6个控制因子 ABCDEF 我们把ABCDEF套到我们的在L18表里面的 第2个Column 第3个Column 第4个Column 第5个Column 第6个Column 跟第8个Column 中间是一个L18表 OK 好 那么我们的 Surface Defect 它的SM比在这个地方 我们的Thickness 它的SM比在这个地方 这应该说是Thickness Uniformity 在SM比在这个地方 那么这是Deposition Rate的SM比在这个地方 OK 我们也经过一个简单的一个统计 这是平均值 这18个SM比的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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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接下来我们要做一个工作 叫做Response的分析 Response的分析 Response的分析的目的是要来得到这些控制因子跟这些SM比之间的关系 OK 举个例子来讲 OK 这个A因子 那么 这个θd OK 之间的一个关系 OK 那么 这A在第一个水准的时候 在第二个水准的时候 在第三个水准的时候 OK 好 那么 这几个例子 虽然几个例子 这虽然几个例子 它可能是这样一个关系 可能是这样一个关系 OK 可能是这样一个关系 OK 好 然后如果 因为画出这样一个关系的时候呢 那么我们就可以 就可以来进行 调整这个制程参数了 举个例子来 如果他们 这个这个 这个 SM比 因为我们知道SM比是夜大一号 我们如果知道SM比跟这个控制因子A之间的关系是长得这样子 那目前是在设定是在 目前的温度设定是在这个地方 那我们就知道 温度如果往这边调整 温度往这边调整的话 SM比会增加 会往品质比较好的方向去移动 OK 好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把这个 画出这个东西出来 OK 同样的 每一个因子都需要 B因子也是一样 B因子也是一样 那么 对每一个因子 然后 他的 他对每一个 SM比 都要画出这样的一个关系出来 OK 这样关系 OK 我们来 我们用线板notation 写清楚 这个我们可以把它叫做 θD OK 然后呢 a1 我们在上面再加一个bar 在这个地方 OK 好 那么同样的 这个叫做 θD 然后括号 OK 这样我们加一个bar在这个地方 这个叫做a2 OK 这个这个点 它的它的 它是对到这个地方的 的值 OK 这个这个点呢 我们可以把它叫做 θD 然后bar OK 然后a3 OK 方家要说 这这这这这 我说这个值 之的意思是它对到 纵轴的 动纵纵的值 方家说 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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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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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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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 它的纵轴值 所代表的含例是 当A在第一个水准的时候 平均的SMB 当然是对DFED来讲 那这个是A2 A在第二个水准的时候 它平均的SMB 这是A在第三个水准的时候 平均的SMB 这个同样的 这个B在第一个水准的时候 我们就用A.D 用BAR 用BAR来代表平均的SMB 然后这是B1的时候 这个是A.D平均 B2的时候 最后这个是A.D8 B3的时候 我们基本上 接下来目的是这样子 我们先告诉各位 我们怎么样去计算 我们用这六个值 来代表 我们在这里告诉你 怎么去计算这六个值 然后我们在下面两页 我们再更进一步来看 为什么要这样来计算 OK我们先来看看 我们在计算这个 A在第一个水准的时候 它平均的SMB 当然我们现在是对A.D来讲 所以我们先不要看这一个Color 我们现在先看这个Color 它的计算 很简单 我们来看看 这个A第一个水准就是 1 2 3 然后10 11 12 所以我们把这三个 这六个值 1 2 3 然后10 11 12 这六个东西 这六个Data 把它加起来 取平均 这就是我们刚刚的Data 我们刚刚的Data OK同样的 我们在计算A在第二个水准的时候 我们就取45 45 4 5 6 13 14 14 15 OK我们在这边 45 6 43 14 15 OK这六个Data 把它加起来 那么取平均 得到的就是 -50.1 OK好 其他你大概可以 自己来想象得到 我们在 A在第三个水准的时候 它平均的Response 因为是7 8 9 16 17 18 所以我们把 7 8 9 16 17 18 这六个值 加起来取平均 OK好 B也是一样 B在第一个水准的时候 它的 它的平均的 平均Response OK我们来看看 因为B呢 这个是第一个水准 第一个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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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六个 我们在相对的 这六个东西 把它抓出来 相对的这六个 六个东西 把它抓出来 六个Data 把它抓出来 OK 然后这六个Data 把它加起平均 那么它就是 B在第一个水准的时候 它平均的Response 其他就留给你自己去Check OK我们在下一张 我们来再更进一步的 来看一看 为什么可以这样子再计算 这两个水准 我可以这样子再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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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这样子再计算